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时间的噪音》,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32万字,我会用大约21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肖斯塔克维奇这位铁幕下争议缠身的苏联作曲家为何成为在当时主旋律交织下的一缕噪音? 他格格不入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心理历程? 老一辈的中国人对苏联音乐有着极高的认同感,不管是熟知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卡丘莎,还是山楂树,亦或者共青团之歌都是经典之作。 听到苏联的歌曲,大部分人都会感受到战斗民族那燃烧的血性,尤其是那昂昂的进行曲,搭配上手风琴演奏,加上俄语低沉的发音,歌曲朗朗上口且故事感极强, 成为了老一辈人不可忘记的经典回忆。 我们国家很多有名的音乐人都深受苏联音乐家的影响,比如民国时期的谭小林、萧有梅、到近代的谭顿、郭文景等等。 苏联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作曲家音乐人,比如我们熟知的柴格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索尔仁尼琴等等,与苏联时期同西方音乐文化一脉相承,是分不开的。 其次呢,我们了解艺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表达审美和情感的愿望。 在苏联时期,人们对于打破专制的情感愿望越来越强烈,这种情感被苏联艺术家敏锐的嗅觉所感知,并将这种情感移情到音乐中,从而催生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近年来,我们对苏联音乐家的回望来自于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的事实。 他不屈不挠的品格和坚强勇敢的人格魅力,给全世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索尔仁尼琴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英雄的话,那就不得不提和他同一时期产生严重政治分歧的作曲家,也就是被人称为诺夫的肖斯塔科维奇。 这个历经坎坎的肖斯塔科维奇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在本书作者巴恩斯的笔下又展现出了怎样的魅力,让我们在本书中一窥这个在苏联主旋律下略微不和谐的噪音。 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他同时也是一名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曾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和四部侦探小说,四度获得不可奖提名。 不可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同时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荣获不可奖几乎成为了最好看的英文小说代名词。 巴恩斯的小说终结感获得了2011年不可奖,此外呢,他的作品《弗楼败的鹦鹉》也同样快智人口。 巴恩斯擅长用虚构小说的形式去诠释名人,这种跳脱与一般人物传记的形式作品不同,但是以某一个切入点通过夹序夹艺的方式重新诠释名人。 本书《时间的噪音》也是摒弃了传统时间段的线性叙述方式,以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几个重要人生节点去描述了他传奇的一生。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接下来我就用三个问题为你归纳一下书中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为什么肖斯塔克维奇的人生经历积聚争议? 第二个重点是,如何看待英雄和懦夫以及尊严的关系? 第三个重点是,怎样理解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 在开始第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肖斯塔克维奇到底是谁。 肖斯塔克维奇有一串很长的名字,我们就暂且称他为老肖。 他是原苏联时期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中国有一段时间的音乐历史是和苏联有着紧密联系的。 我们或许不知道这些苏联作曲家的名字,但一定听说过那些耳熟能详的曲调。 如果单就作曲成就而言,老肖是极具个人主义风格的。 不管是电影配乐、管弦乐族曲、舞剧等等,他都信手拈来,甚至可以与那些被我们说烂的欧洲音乐家贝多芬·巴赫比肩。 简单来说呢,老肖的一生获得过国际音乐界的多项荣誉,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 二战时期创作的第七交响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轰动。 很多后世知名的俄罗斯指挥家都曾不断地演出他的作品。 但是老肖又为何会被人称为极具才华的悲剧人物呢? 他本身又经历过怎样的争议呢?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肖斯塔克维奇的人生经历极具争议? 我们在前面呢已经提到了老肖在音乐方面的个人成就。 他的音乐作品既融合了后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 比如他在歌曲中加入了俄罗斯民歌,又对犹太音乐进行了深度挖掘。 从他的音乐中,我们能惊人地感受到艰难形象与平易近人的生活场景的奇异融合。 在老肖的一生中创造了15部交响曲作品, 这些作品牵涉了很多复杂的社会情感和个人感情。 但是为什么又说他几句争议呢? 首先是因为老肖的一生都在社会现实和自己追求的艺术理念之间艰难挣扎。 他创造的很多歌曲都不被当时的社会认可。 一会儿受到前苏联领导人的喜欢,一会儿又马上因为作品的现实性而被领导人弃之毕虑。 他曾经描述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是难以置信的不快和艰难。 他也曾被国家批判为人民的敌人, 所以老肖的一生都是生活在夹缝中苦苦挣扎。 他一方面渴求在当局的压迫下自保, 另一方面希望借此喘息之机尽可能地挖掘自己的艺术良心来创作。 所以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蕴含着复杂的内涵。 我们大多数人往往记住了索尔仁尼琴这样英雄的存在, 他曾经用小说揭露苏联当局对人权的践踏和对人性的摧残, 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作品而被当局减禁八年。 此后在冷战期间对苏联体制的口诛笔伐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声援, 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次获奖却让索尔仁尼琴走上了不归路, 也让他在苏联内的处境更为艰难。 而后远走西方多年后, 回国却又因为坚称民族主义而大肆抨击西方体制。 可以说在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是英雄主义式的, 俄罗斯是他唯一的念想和动力, 不管他去哪里, 他都在为这个国家努力奔走。 他的所有的聚力力争和愤怒都是为这个国家所生。 而老肖就是一个另类了, 相比于索尔仁尼琴的张扬奋斗, 老肖的一生则是一直在夹缝中生存的, 一个可以说是懦夫的存在。 他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命披育奔波, 还要在讨好中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英雄梦想。 用现在的话说, 老肖可以称得上是悲催的一代。 他后来曾说, 如果没有党的指导规定, 我会创作出更多的美妙绝论的音乐, 用更多的讽刺手法, 我可以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遮遮掩掩。 可以说, 他对音乐有着极高的追求, 而不是限制在各种不合理要求条框下的盘山前行。 好,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介绍了前苏联著名作曲家, 同时也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之一的, 肖斯塔克维奇的生品,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大家都知道的, 同是苏联著名音乐人, 索尔仁尼琴英雄主义高傲的一生。 老肖的经历堪称悲惨, 尽管有着超越当时的才华和音乐梦想, 却屡屡因为太过前沿的作品, 而受限于当时过于保守的苏联专制主义社会。 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懦夫一般的存在, 尽管如此, 他依旧保有着对音乐的热爱, 和在夹缝中战战兢兢保持中立的勇气。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点, 如何看待英雄和懦夫, 以及尊严的关系。 老肖和索尔仁尼琴同处一个时代, 自然会被很多人拿来相提并论。 有人认为索尔仁尼琴是英雄, 而老肖是懦夫。 本书作者巴恩斯在本书中讨论的一个重点的主题, 便是英雄、懦弱和尊严的关系。 每个人都不喜欢懦夫, 在很多人看来, 英雄就是包一词, 而懦夫则是绝对的贬一词。 他们认为, 懦夫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 因而, 唯唯诺诺, 所有的尊严负累都可以抛弃, 可以做他人要求的任何事情。 而英雄则是某种理想主义存在。 为了理想或者某些更加崇高的事物, 甚至可以毅然决然地不惜生命的代价, 去追求、去拼搏。 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或者是影视作品中, 歌颂英雄成为了永恒的主旋律。 但真的是如此吗? 为何在本书中, 巴恩斯却要极力地歌颂老肖这位被别人看起来的懦夫呢? 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这样问的, 你想做一辈子的懦夫还是做英雄, 哪怕只有一分钟? 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做英雄, 因为在某些特殊时刻, 大概总是需要某些人勇敢地站出来。 短短的几分钟, 或许可以激起那些懦夫们心中残存的正义感, 通过英雄的呼声去呼唤更多人参与进来, 并促成重要决定的改变。 一个时代的英雄都是极少数的, 但正是这些点点心火在不断成长中成为燎原之事。 这种说法固然没错, 但是当懦夫却真的是个坏事吗? 就像本书的作者巴恩斯所说, 有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 在一定强权下选择当英雄, 你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 他拿老肖所处的前苏联斯大林强权时代来说, 如果你在这个时期选择当英雄, 你不但不可能继续创作, 而且不仅仅是你个人, 包括你的家人朋友, 以及和你所有有关联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就像我们国家古代所说的株连九族, 你的一时英雄主义行为固然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后续的结果你是否考虑呢? 你的英雄主义或许会伤害到你所爱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当英雄则是相当愚蠢且得不偿失的选择, 而当懦夫虽然令人不迟, 但却是当时当刻最理性同时也最恰当的选择。 在巴恩斯看来, 英雄和懦夫没有绝对的边界, 如果当英雄成就的只是一个人, 身边亲近的人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种英雄只会变成虚无主义的炫耀, 这种英雄又怎能成为英雄呢? 就拿我们中国的经典古典小说《水浒传》来说, 里面都是些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他们一个个极恶如仇, 看不管人世间的丑恶, 打包不平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他们承恶扬善的功绩也被百姓所赞扬, 但是其中有个人却是不得不提的, 就是那个人送外号小张飞的林冲。 但是林冲真的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吗? 虽然在《水浒传》中有英雄之名和英雄之志, 但他的三人却饱受后世之人诟病, 细妻之辱,诬陷之罪,夺命之仇, 哪一项都不是英雄所能忍受的。 但是林冲却偏偏忍了下来, 甚至无动于衷,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古语常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林冲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 由此可见,英雄也有诺夫的一面。 回到《时间的噪音》这本书, 巴恩斯为何要为一个被后人称为诺夫的 肖斯塔克维奇主书里说呢? 首先,巴恩斯本人来说, 他一向对诺夫的故事更感兴趣, 怯懦和软弱比勇气和力量要更有意思, 更具故事性也更引发深思。 因为苏联独特的社会背景, 需要那时的人们在那种环境下做出选择。 就像老肖一样, 虽然他向当局做出了妥协, 但却保护了自己的家人, 保护了自己的音乐, 他把勇气和力量都付诸在音乐上, 而把怯懦和卑微给了现实生活, 从某种角度来看, 他也是英雄。 我们大多时候是不能用英雄或者是懦夫这一类词的, 因为会很容易走向片面。 在那个时代,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没有对一切人来说是最好的, 最正确的选择, 任何一种选择都必须付出代价, 而在付出代价的背后, 是选择的主人公自行决定的。 无论他选择何种方式最后又导致何种结果, 那都是他本人所做出的选择。 身为后世之人的我们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加以评判, 而这种评判很容易给人以片面的评论。 就像作者巴恩斯说的那样, 有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 而是否在强权下选择当英雄, 身处于那个时代的恶人, 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弊之后做出的最优选择。 好,上面为你讲的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我们讨论了英雄和懦夫这两个词汇, 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能用英雄或懦夫这些词的, 英雄如果变成了一种虚荣, 以你的亲友的牺牲为代价, 那怎么还能叫英雄呢? 因为前苏联强权政治下的伟大作曲家, 索尔仁尼琴和老肖是两个经常被后世相提并论的两个人, 一个是以勇气不断宣扬民族主义的英雄, 另一个则是饱受诟病的懦夫, 但是作者巴恩斯却为懦夫老肖作传, 在他看来没有绝对的英雄和懦夫, 只是在不同时期考虑后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已。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怎样理解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 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 作家虚构的生活和他眼中的现实生活, 其实是一对矛盾关系, 因为所有的虚构从来没有复制生活, 拷贝生活的任务, 他不承担这个任务, 虚构其实是否定现实生活, 抵触现实生活的。 这句话其实是在说小说家虚构的小说, 是现实生活的反面。 我们一般认为的人物传记, 其实是一种即时性的文学作品, 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 生活、精神等多种领域, 进行系统描述外, 通过信、亚、达的形式, 力图达到对人物特征, 和他深层次精神的表达和反应。 通过文字记录的形式来为后世研究某个时代, 提供了文字研究资料。 这种传记的形式可以是作者本人写作, 亦或者是由他人传写。 总之人物传记需要秉持两个标准, 一个是真实, 另一个则是生动。 关于肖斯塔克维奇的自传, 其实是由他本人写作的。 出版自1979年的英文版《见证肖斯塔克维奇回忆录》, 老肖本人在这本自传中不仅阐述了自己对音乐的解说, 更多的是对诗友的回忆, 见获有些对当权者隐晦的黑色幽默。 书中充斥着数不清的段子评论, 可以说是一本混合着欢笑和泪水的黑色之作。 为什么称为黑色呢? 因为老肖本人曾经说过, 等待处决是一个折磨了他一辈子的主题。 可见其本人一直抱有向死而生的心态, 不断艰难生活的悲惨作曲家。 既然老肖本人都已经写了自传, 巴恩斯为何还要为他再写传记呢? 巴恩斯创造性地用小说的手法去写老肖, 这本介于真实与虚拟之间的书籍, 是建立在老肖自传的基础上的, 以及周围人的回忆所作。 大部分的事件都是来自于真实的, 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 其余部分内容是根据有限的直言片语, 放大老肖的心理状态扩协而成。 巴恩斯摒弃了传统的按照时间, 经历脉络续写人物传记的套路, 而是巧妙地以老肖人生中重要的三个节点, 电梯、飞机和汽车划分。 用这三个节点分别讲述了肖斯塔克维奇 在这些重要节点所面临的人生遭遇和心理过程。 用小说虚构的形式重新诠释了个人自传, 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我们不再以一个客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名人名士, 而是一个人的身份进入到作者所建筑的场景中来, 去看老肖的生平所遇到的各种事件, 感受他所经历的喜怒哀乐。 此外呢,巴恩斯用了很多第三人称叙事的手法, 在文中将老肖的心理状态和纠结 以一种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让我们透过老肖一个人的内心戏感受到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桩桩事件, 从隐隐的虚构中透出真实的存在。 但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 传记和历史结束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开始。 巴恩斯之所以用小说的方式去叙述人物传记, 一方面小说不仅可以去到历史去不到的地方, 还可以以细微的方式去揣夺人物内心的真实状况。 有些时候, 历史在某些背景使然的前提下, 很难做到绝对的真实。 让我们末末隆隆看不到真实的事情, 而赋予作家的一项权利, 就是可以以一种转换的方式将虚构揉进真实, 于虚虚实实中体会到人物曾经的心理活动, 让人物更加立体。 好,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三个重点内容。 我们提到了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 传记和历史结束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开始。 本书作者巴恩斯摒弃了传统人物传记 中规中矩的时间线叙述方式, 别致一格地选取了老肖三个重要人生节点的象征物, 以小说的方式尽可能地去描述老肖当时的心理活动, 以此来展现一个真实且立体的人物形象。 用小说诠释历史的一个优势之处, 就在于可以过多地刻画人物心理, 从而为了解历史人物当时做出的重要选择, 提供作证。 好,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 既然这本书是一本人物传记类型, 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肖斯塔克维奇本人到底是谁。 这个曾经是苏联乃至二十世纪著名作曲家之一的传奇人物, 虽然在音乐上造诣颇深, 但老肖被众人所争议的, 一直都是在强权笼罩下的前苏联那充满争议的一生。 他不同于被后世称为英雄的索尔仁尼琴, 相反, 老肖给后世的印象往往是诺夫一类的贬义形象。 但是作者巴恩斯为何为他著书立说? 因为抛开懦弱本身而言, 老肖在每个重要节点的选择都更让人深思, 也更具有故事性。 其次我们谈到了英雄和诺夫之间的平衡, 在作者巴恩斯看来, 他一向对诺夫更感兴趣, 怯懦和软弱比勇气和力量要更有意思, 更让人深思, 更有故事。 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 他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 英雄的背后也有身边人付出惨痛代价的一面, 而诺夫确实是不好当, 尽管可以保护亲近的人, 保护自己残存的理想, 但却以背负骂名为代价勾切一生。 老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选择流亡海外, 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最后我们谈到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虚构性, 不同于以往的传记题材, 巴恩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形式, 去描述老肖传奇的一生。 他别具一格地选取了老肖三个重要人生节点的象征物, 以小说的方式尽可能地去描述老肖当时的心理活动, 以此来展现一个真实且立体的人物形象。 正如书名所言, 在强权主旋律笼罩下, 这个不和谐的噪音是怎样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